我們現在開始來製作亂數 我們首先在這個指令列這邊的輸入 比方說A等於1 然後再輸入另外一個B等於1 這時候我們把這兩個 這個變數的屬性把它打開 這時候這個數值這邊我們把它按下去 我們在滑桿這一頁 我們最小把它設做是1 最大呢設做是6 增量呢設成是1 1一點到6點 那這裡面呢這裡有一個隨機的選項把它打勾 隨機的選項把它打勾 那我們再回到一般的這個頁面呢 把這個開始動畫這個選項把它打勾 OK 然後再按關閉 好那這時候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其實它已經開始在做一些變動了 好那我們這個左下角這邊有一個播放鈕 這個我們可以把它先暫時給停下來 沒有關係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利用這個A跟B呢 當作是一個座標 然後畫出一個格子 比方說現在是33 那我們要在33這一個 就是上面的座標是3 那y座標也是3 這個地方這個我們來畫 這麼一個格子 那麼這裡我們用什麼指令來畫呢 我們用多邊形的指令 Polygon Poly 然後呢 再來 我們輸入第一個點座標是AB 然後第二個點座標 第二個點座標呢是A加1 往右邊移動一單位 那Y座標還是B 再來因為我們要做的是正方形 所以在這裡我們直接輸入4 表示說我們要做正四邊形 好然後就按Enter 好這時候這一格就出來了 好那當然我們可以去改變它的顏色啦 把它填滿 對不對再稍微拉高一點 好那麼這時候我們再去按這個播放鈕 好按播放鈕的時候 那這個地方這個再跑 好當然如果說你覺得這個跑的這個速度 好像稍微慢了一點 那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再把它的屬性呢 好這兩個數字的屬性呢把它打開 OK那在這邊這個速度 我們看要調多快都可以 比方說我們現在把它調成三倍好了 OK 調成三倍好我們按關閉 好那這時候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它這個速度就比較快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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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